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关于绘画 我经常在处理的议题是有关于综合性的议事活动 它包含的是真实的生命经历 但它同时也是各类型的视觉材料都能成为我创作上绘画的具体造型对象 在我的创作里面 我更想要努力的去把握这些视觉活动情境背后的意图 图像本身里面也包含了一些意识的活动条件 不一定是真实的生命经历 但有时候它会是一段想象和思考的历程 在经营一个绘画图像造型的条件的时候 这些都是非常有用而且有意识的 因为它完整的带有着我们这一个时代的精神视觉性活动特征 从一个观察视觉艺术发展的历程内容里面 一个海岛的创作条件 基本上它是比不上在美术史里面所记载的 大陆型国家的这种艺术创作条件 可是为什么我们偏偏在这个小岛上面 在各个方面科学知识包含视觉艺术呢 都伴有着一个非常努力积极向上的一种态度 在这么独特的现实环境呢 它累积的一些人文的历史含量呢 它足以去支撑我们自己在这个环境 从事视觉艺术创作的一个主体性内容 这个也是我们因为这一次的创作呢 关系到一个以海岛为命名的条件 有关于我持续的创作条件呢 基本上还是围绕在一个视觉情境 这个情境呢 正如同我过去一直常在提起的一个话题呢 画面的经营条件呢 它不一定是真实身体生命经历的 它也可以是我们一段意识的活动 那这一些呢 它刚好构成了我在绘画创作上面 直接可以明确辨识的条件内容 在这个时代 包含我以及我认为 我们所有的人 即使不是从事视觉艺术创作 也拥有相同的类似生活生命经历 大大小小米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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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